目前社会中和癌症的人数可谓是愉悦剧增,缺乏体检意识病毒性肝炎,乙肝流行的地区也是肝癌高发的地区,患过乙肝的人比没有患过乙肝的人和肝癌的几率要高达十倍之多。 长期的临床观察中发现,环境乐化很多在城市中的工厂因为要美化城市,而建议到农村中,酒精俗话说饮酒伤肝,也是相关因素肝癌的发生与生活习惯息息相关。 长期定时没变的食物,微量元素系缺乏,应用严重污染的水,也是促使肝癌发生的严重因素,其他因素营养过上或营养缺乏,寄生虫感染,基因突变的,也是有发肝癌的危险因素。 肝癌是在环境和遗传多种因素的作用下,多基因的突变和异常累积而发生的,并受环境和遗传因素双虫影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CXY,以及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